年夏离中秋节还远 但是市场上的月饼其实已经早早的亮相了 前几年动辄几千上万元的天价月饼 让普通的市民呢望而却步 那么这些奢华的高档礼盒如今绝迹了吗 记者在浙江的绍兴进行了案发 在绍兴咸亨大酒店 记者看到店里推出的月饼礼盒有两种 138元与258元 价格并不高 但是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根据顾客的意愿私人定制 工作人员没有透露 加了红酒与茶叶以后 价格涨了多少 根据经验 红酒与茶叶的价格应该远高于月饼 而在国际大酒店 工作人员也同样表示 可以定制月饼礼盒 他见息者搭配茶叶或者是红酒 工作人员把记者带到了店里的一间商店 里面成立着各种价位的红酒 他推荐了一款售价近700元 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 如果预算多的话 也可以搭配白酒 而酒店最贵的月饼 仅为258元一盒 但是一瓶梦之兰的售价却高达1380元 这么一搭配 这个月饼套装就要1630元了 身价一下子翻了6倍 在绍兴世贸 黄冠假日酒店 再售的月饼礼盒 为188元与328元两档 不过工作人员同样表示 只要愿意花钱 也是可以定制的 他通过微信给记者发来了 可以搭配的茶叶 580元的西湖龙井 890元的大红袍乌龙茶 还有更贵的1080元的 义武山谷树茶 1580元的雪山谷树茶 这样月饼礼盒的售价最高近2000元 高档月饼不仅在线下没有销声匿迹 在线上更是五花八门 在淘宝京东一号店等网络平台上 记者都找到了价格数千元的月饼礼券 这个名为蓝卡风尚中秋节的礼品盒 要4700元 包括了天梭手表 万宝龙金笔 以及高尔夫练习套装等 与中秋节风马牛步枪级的礼品 这款面值3000元的月饼礼券 售价1950元 介绍还写着 全国通用送领导客户 行的都是那个 自己去做 然后外省事都是发菜币 记者发现 这些高档月饼礼盒里面 包含了许多所谓高大上的食材 至尊安格斯牛肉 法国红酒 野生军菇 澳洲龙虾等等 而且销量还不错 去年卖出了多少呀 去年 就是各个面值加起来是 一万多张吧 它就是两万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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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